为了扩充山城救灾救难量能有82年历史的台中市消防局第二大队石刚分队听设 今天举行签建工程开工典礼 市府以及中央共同编列了9000多万元进行签建工程 新建三层楼建筑可让救灾战力被增 预计明年底完工 一切圆和吉祥 持产向下一挖消防第二大队石刚分队听设 这事动土将有效提升消防队员安全舒适的办公及背景环境 那我们争取到国产署的用地 那同时呢也编列了预算 那整个工程预计明年底可以完工 到时候的场地会是现有的5倍大 那我们的这个原来就是拥挤不堪 那没有办法这个挤进去的这些消防队员呢 就有一个可以办公背景的地方 那同时呢很多的这个消防的设备 或者车辆才有地方来摆放 眼前这栋日式风格建筑 一旁只停放两辆的消防车及一辆的救护车 这是消防局时刚分对现在所使用的厅设 也有82年的历史 在外观上已出现多处臂癌 内部空间更不复使用 市府及中央共同编列9000多万 进行签建工程 新建三层楼建筑 包含器材室、车库、值班室、健身房等 不只空间大了5倍 可容纳人数也从17人扩增到36人 大大提升救灾量能 那未来这个厅设成立了以后 它的这个进驻的消防车辆 就会有三台到四台 而且救护车会有一部以上 所以对于整个石冈地区的消防 或者是救灾 或者是救护方面 都能大大的提升它的能量 对于维护市民的消防安全来讲 也会有大大的帮助 今天除了地方明代前来 还有内政部长林佑昌首次下乡 第一站就来到台中 更像市长卢秀燕和华会一同 严密重点建设 也会将救灾设备及人力补足 所以我今天特别过来恭喜 那另外呢 中央也在去年的8月份左右 这个核定了三年的 这个防救灾的车辆的一个补助 我们希望能够来帮助台中市政府 来开换15年车里以上的这个消防车辆 那目前台中市的这个搜救队 也正在进行国家的一个认证 那这个内政部消防署这边 会全力的来协助跟支持 来提升我们整个救援的一个能量 建建工程预计113年底完工 届时通过全新设备及完善的资源 训练专业人力 让山城的消防救灾服务更有效率 我们下期见